三文青 三文青,我是覺得很有意思 這個主委,劉主委 用舵典來做的理由 我認為這個 大不可行 因為 這個舵典是玩文字遊戲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的確 我們當時在立法院裡面 已經有寫 至一百年期,僅不得 在編列中美基金代益差額 預算,這個在文字上 在這個案裡面 已經形成了,那形成裡面 你今天用這個前戲部的 這個解釋,事實上 這個解釋,可能在這方面的解釋裡面 有爭議性 因為照理來講,經建會裡面 經建會裡面 你說,請示這個經濟部 我認為說,立法院所做的 這個結議,他的結議的這個 工錢力,他的這個 絕對是高於前戲部 而不是以前戲部來做為理由 也不是用前戲部來做為理由 而且在 剛剛特別提到的 一百年不在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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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一個文字上的遊戲 因為我們講的是一個 民國一百年,這個不在編列 而不是說一百年不在編列 一百年跟一百年,民國一百年 你知道,他差很多 一百年後,一百年前 這個文字遊戲裡面 事實上是還得太大 第二個就是開發基金 跟中美基金 前戲部也沒有這個潛力 他要求這個開發基金 跟這個中美基金 合併後,以後才不得編列 我認為說,他不應該用合併 合併後 然後才這個 不再編列 我認為他是單獨 當時這個,我們所提出來的 一百年期 是一百年,至一百年期 在這個地方說真的 當時在提案裡面 也有這個疏忽的地方 因為他至民國一百年期才對 所以一百年期,僅不得在編列 中央,中美基金代益 差額一算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現在要講的是 就是說,不要把開發基金 也併在裡面 因為這個是,講的是單獨的 一個這個,中美基金 不是這個,包括這個開發基金 所以前戲部的解釋 我認為是無理的解釋 謝謝 好,再先蘇委員,蘇貞政委員 主席,主委齁 主委,其實齁 我剛才來,我來講 阿樂公,你對小弟寶的看法 非常的好,不錯